篮球是一项充满魅力的运动 简单的说 打篮球的球员很帅 这里的帅不单单只长相帅气 而是赋予篮球之后的帅 不管是NBA球员还是CBA球员吸引女人 已经司空见惯 每场球赛场边总会出现不明身份的亮妹子 而球员私下里也经常和一些女孩 成双成队出入高档会所 所以很多女孩自然就沾光了 这些有名记的球员 甚至发展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 这里是五位考篮球上位的女人 她们身上有球星看中的东西 同样也有球迷看中的东西 金卡戴山金是美国知名的社交名媛 没有和NBA球星接触之前 她的名记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甚至靠拍摄小视频转眼球 但是和NBA球星接触后 人气一路飙升 当转购名记后 NBA球星直接被甩掉 这就可怜了前夫哥亨福里斯 这名大前锋巅峰棋场 均可以轰下两双 自从和金开启一段72天的闹剧欢迎后 几乎堕落到平庸之辈 如今只能打酱油 金卡戴山和亨福里斯分手后 迅速和坎爷怀孕 并嫁给他 这名身材魔性的名媛 还曾和C罗 林书豪等球星传出过绯闻 不过自从嫁给坎爷后 金已经收敛很多 如今稳稳的年收入上亿美金 这比一名NBA超级明星的 四年大合同还多 不得不佩服金的吸金能力 可乐 卡戴山这名卡戴山 颜值完全输给金 卡戴山 甚至可以说长得很奇怪 唯一可以被NBA球员认可的可能就是臀部 但是很多中国球迷并不认可这样的身材 舍美观念完全不一样 可乐的名气完全是被NBA球星带起来的 最早是奥多姆 后来是哈东 现在又是汤普森 可以肯定的是 卡戴山家族在美国的炒作能力非常强 徐东东徐东东曾是模特 足球宝贝 篮球宝贝 在娱乐圈大军中享有名气 他在篮球界被熟知还得追溯到2015年 当时香港媒体爆料他和林书豪约会 而林书豪经过林疯狂后 已经是非常有名气的篮球明星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 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名气不小 至于是否真的和林书豪出朋友 很明显这就是一次炒作 后来徐东东参言网剧于罪 再一次提升了自己的名气 周璐纯周璐纯是一名模特 说实话真的没什么名气 因为从事模特的人很多 想脱颖而出太难 但是周璐纯不知何时 和CBA球员刘祥宇走到了一起 CBA是中国篮球第一联赛 关注的人群自然非常庞大 很快这名模特就成为人气热搜 还被爆料 曾经甩掉富二代王思聪 这还真没几个人相信 似乎一直只有王思聪甩别人 陈璐陈璐是CBA球员孙月的妻子 很多球迷都是先知道 她是孙月的妻子 然后才知道她曾经是模特 如果谈论CBA球员的老婆 陈璐肯定最先被提及 这名有颜值有身材的模特 已经圈粉无数 而孙月近年来的负面话题 却一直不绝于耳